我就是演员 这档节目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优秀的演员 一直以来被也藏在娱乐圈的实力派演员 不得不说这档节目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惊喜和意外 随着时间的一个推进 这档节目也是到了一个高潮 淘汰的制度是越来越紧张了 但是眼间的网友却觉得最新一期的节目中吕倩的行为让人觉得 难道这档节目是有内幕的吗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吕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瞬间的情绪爆发也是让人佩服 在第一次选择的时候 他以两票之差输给了图松岩 在那个时候 很多的人都觉得可惜 觉得吕倩不应该就这样被淘汰 毕竟两票之差的差距真的是相当的可惜 因为时针提前把复活权留给了任素希 这也导致他不能在本轮比赛中复活任何一位自己的成员 李健就是其中一位 在中美的被淘汰的演员中 演员推荐人张国立老师 还有最后一次的暴登拳 很多的人都在期待这次暴登拳的行驶 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可以翻身的机会了 最后张国立选择了李健 本来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让人满意的 毕竟李健的演技真的是在线的 但是有几个小细节却让网友觉得 这件事应该没那么简单吧 在几位被淘汰的演员上场 等待最后一个复活权的时候 其他几位演员的手中什么都没有 而且每一位都是面色凝重 又略带放松的感觉 只有李健手中内阵话 痛 而且一脸自信都走了上来 众人中也只有他是满脸自信 这样的一个反应 真的需要很多的网友措手不及 毕竟一开始觉得张国立的选择没错 在戏看的时候 就觉得难得是有内幕吗 还有就是在给到演特写镜头的时候 除了李健之外 其他演员的脸上根本就看不到高兴 看不到自信 瞬间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内定的感觉 很多的网友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些细节的时候 瞬间就对这个节目的公开性产生了不确定 纷纷喊话 难道被爆灯人员早就内定了 这个节目是有内幕的 这些也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 但是不管有没有内幕吧 李健的演技确实是值得获得这个复活的权利的 只是这样的一些小细节 总会让网友多多少少都有些不舒服 对于李健被爆灯有内幕 上台前早已被好话筒 众人中只有他满脸自信这件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 你觉得李健的实力有资格获得这个爆灯吗 你觉得李健被爆灯的事实力有什么事 你觉得李健被爆灯的事实力有什么事 你觉得李健被爆灯的事实力有什么事